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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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到藏之道 顏寬恒 今天開記者會 他說電視一天打開 有七個節目 甚至於對他潑屎潑尿 抹黑 他說這樣非常不公平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是什麼潑了什麼屎 什麼尿 我們邀他上節目 他為什麼不來說明 他還叫大家不要看電視 那這樣到底代表什麼樣的一種狀況 今天我們也要來討論 那他也給我告了 那我們來看他到底要告我什麼 今天他招待所違建的拆除 今天我們去協議 那麼我們來看進度到底是如何 他這樣聽他的心態是什麼 他是認為這樣很有票嗎 為什麼市政府對他這麼的特別 這麼的寬容 這對盧秀燕的影響到底是什麼 那麼這個今天我看蔡其昌說 他都在拚他們家族的利益 林佳龍說這是地方派系黑金勢力 全錢的交易復辟 林佳龍說貪到不能再貪 中二選區不是嚴加的財產 那小英 賴清德 蘇晋聰 鄭文燦 都去討論林佳龍 但是大家看國民黨這麼大顆的 只有沒人去討論 為什麼為什麼 這個本來他的這個餐 選舉餐 那麼有被注意到 現在說有社區的活動 吃得很好 豪華 但是這跟嚴寬恆有關的嗎 等一下我們要來討論 有關公道的部分 那麼國民黨發動了 這個六萬人的遊行 但是有媒體說 應該是少一個零吧 人其實很冷清的 那國民黨為什麼 侯友宜 盧秀燕 林芝廟 都沒有要參加 國民黨的來亂 對著團結的民進黨 那最後的結果會如何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民進黨 新北市的市議員何博文 大家好 大家好 另外是政治學教授 范世平 范老師 黃英哥好 大家好 以及鄭南宮的信徒代表 益錦隆 益先生 宏宜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另外是資深媒體人 鍾連晃 宏宜好 大家好 以及國民黨文傳會的 副主委黃子澤 宏宜剛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民進黨台中市的市議員 施志昌 宏宜大哥 大家安安 好 那麼等一下這個焦糖哥哥 陳嘉行也會加入 那麼現在我們來看的是 這一個顏寬恆 他今天特別開記者會 來我們來開看 我們不需要 那這些這裡面有很多很多的 這些很離譜的標題 這個標題 光是標題就有17個 標題就有1萬多字 在一個國院的時間上 這光家庭就有1萬多字 如果加上他們在休禮禮寬 在P5禮寬裡面 可能是上臺灣字 鄭鋒民這邊正知道了說 台中電廠招踢到工程給鹽家 還有鹽家圈地漲20倍 這個我已經不出說了 99年購買土地 102年就賣掉了 土地總共是103年才開始進行 荷蘭20倍之所以 以嚴重的失衡 7個證明節目連續一個多月 每天超過1小時 加起來就7個小時5個小時 用這樣子明顯違反比例原則 猛聽照搖 而且未經事實查證 那是節目時候有邀請 你只是說被你避免 他說不是沒有機會給你說清楚 所以正說法也有什麼回憶 大家你看一下嗎 對時間 對天賤 對對對 我是不是要直接就住在台北 那請教我如果真的像這樣子 我怎麼去阻礙這些事情 一天四五個節目 10多條新聞 一個節目一小時 也四五個小時 如果現在是春年說的這樣 為什麼不要來狡猜 不要來調問 不要來搜索 不要來折 不要來折 用問題 幫你磨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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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十二昨天成立 他在致辭的時候 炮火猛烈的說 現在的選舉 已經走到這種程度 一天四五個節目 十幾條新聞 對他潑屎潑尿 進行抹黑 人家說四五個 今天我情形到七個 一天是有什麼多兩個 不過我想先請教博文 這個對他潑什麼屎潑什麼尿 我是覺得我非常意外 他這樣的一個回答 坦白講 你選舉過程中 就是要檢驗一個政治人物的 一個最好的時機 那你今天既然參與了 你就不要怕熱 不要怕燙 你選舉過程中 同樣的 你也可以去檢驗林靜儀 然後大家也可以去檢驗 這個顏框 林靜儀都可以 那最主要是說 到底這些檢驗 是不是真實 或者這些檢驗 是不是經得起公平 我覺得這部分 至少到目前為止 不管是從一開始 對大甲鎮南宮 包括他的財產的檢驗 包括這個對他們所謂的 這個公保地的檢驗 包括電子遊藝廠 這個土地 你租給這個電子遊藝廠 然後那個負責人 又跟你是非常好的一個關係 包括清泉鋼產業開發 園區的這個開發這個計畫 這個坦白講 每一個都是有貧有距 每一個也都是有人具體的 這樣的一個出來指證 所以我是覺得 如果顏寬恆你覺得這樣 你就受不了 你覺得沒辦法承受 那我覺得正在你 還是不要碰好 那另外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這過程中 就我瞭解 幾乎每個節目都有找顏寬恆來 甚至就希望顏寬恆 給他非常充足的時間 讓他對外說明 可是顏寬恆都不願意 所以他今天開那個記者會 坦白說 他應該是針對大家對他的疑點 一一的釐清才對 結果他不是 他現在砲口去指向應該要監督他的這個所謂的這些媒體 所以我覺得這個整個是非常倒果為因 那我是認為 例如說我舉個例子 以這個 以這個他們這次的這個所謂的招待所 我坦白說 如果顏寬恆覺得很委屈的話 那不知道這個多少市民 會覺得真的很痛苦 鄭大哥你知道 每天從南到北 所有的民眾 每天都有違建被拆 而且那個違建 相較於他們那個那個龐大的違建 我坦白講那是微不足道的 可是你想想看 一個這麼大的違建 全國矚目的違建 他都一樣打六個洞 好像就要結案了 臺中市政府到現在還不敢說去強行猜除 你就知道說這個背後那個鎮商的壓力有多大 所以我請問我們這樣監督他不對嗎 光是檯面上的五六十筆的這個土地建物 我請問這些難道不用去質疑他的來源嗎 不用去檢驗嗎 我覺得顏寬恆 你沒有什麼好委屈的 坦白講 你是占盡便宜 坦白說 面對這樣的狀況 你本來就應該接受檢驗 那我是覺得說 如果你真的很委屈的話 我是提議 就乾脆這個 這個你就上來上這個鄭大哥的節目 甚至給你安排一個單獨的 但是你就面對這樣的一個質疑 面對這樣的一個公開的這樣的一個專訪 都沒關係 你敢不敢 你願不願意 如果你連這樣都不願意 你罵說媒體不公平 那真的太扯了 媒體並不是不讓你上節目 或者沒有邀請你 是你自己不願意出來 去面對外界有名有姓 有評有據的這個質疑 然後只願意在那邊講說 哎呀這個你受了多大的委屈 然後去指控什麼NCC不管 我坦白講 這個不是一個男子漢該有的行為 好跟大家報告他發發了律師喊給我了 受文者鄭鴻宜先生說這個主旨是支帶 袁寬仁先生含告台端如說明欄所示事項 那說明欄在在這裡 那袁寬仁委託這個律師 知據袁寬仁先生來所委任 陳述略以鄭鴻宜先生在民國一百一十年十一月 在政論節目上以不實言論 指災本人 致本人名譽受損 甚以莫須有之事實抹黑本人 意圖影響操弄此次台中第二選區立委補選結果 本人以收集證據向地檢署提告 那麼這個律師 我想請教一下年方 所以我們現在要點點 我覺得袁寬仁 你 我是說不對 對 這是他要說出來的 袁寬仁今天開這個記者會 只有一個目的 他在怕訴諸悲情 我很可能 我叫國家機器追殺 他還扯到黨政軍退出媒體 請問這些節目有哪一個 是由黨或政或是軍的股份 沒有啊 都是民營電視臺 不管三立年代 都是民營電視臺 裡面沒有任何黨政軍的股份 再來 袁寬仁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如果 當然你有你的權利 你認為節目做得不對 你可以向NCC檢舉 你認為節目來賓或主持人講的不對 你可以提告 那都是他的管理 但是我想請問你 你回去好好想想 你既然花那麼多時間 整理出所有的標題 說起來花不夠時間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們講的哪一件是假的 哪一件叫憑空捏造 哪一件叫抹黑 哪一件叫潑髒水 如果我們講的不是真的 為中有什麼要聽 雖然他現在聽到不情不緩 不甘不緩 如果你那不是違章 我跟你說 你夠現在這麼專鬥 除了黃子澤以外 你那個就是違建 對不對 那請問我們哪裡講錯 今天不是只有鴻瑜這個節目 製作單位有邀請你上節目 三立所有的政論節目都有邀請 楊寬恆或請他派代表 沒有一次要來 好 你說好吧 你不想上節目沒關係 那請問林靜宜邀請你辯論四大公投 不管用營業 老大業都可以 為什麼你夠進言不答應 你大可以利用這個機會 公開把他講清楚 楊寬恆你現在你只敢開記者會 去開那種沒有人敢質疑你敢挑戰你的記者會 你為什麼不敢在公開場合 你來上節目嘛 對不對 你如果怕說好被圍攻 我們可以派黃子澤當左右互發 對不對 所以所以我覺得楊寬恆今天 你今天重點是 你要針對質疑講清楚 很多你的說明 比如說他說那個 彩虹眷村重建 他的發言人講說他二零一三年就賣掉 問題是你的財產申報到二零一六年都還有 這些你都沒有講清楚 不是說你楊寬恆開記者會 或是發個新聞稿講了 這樣就叫清楚了 你講的東西 還是要再經了幾檢驗 如果你都經不起檢驗的話 我們會繼續檢驗到一月九號為止 范老師要閉嘴了嗎 我正在等待他的這個通知 但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 我告訴你 楊寬恆是你的權利 你還有五十條我才會說 不過他今天我覺得他表示 是我們這邊的評論對他是有影響 他才會出來開記者會 我本來以為今天楊寬恆開記者會 或者在他的那個要拆的招待所前面開 然後告訴大家 因為今天是最後一天 今天我把他一天之內把他清乾淨 把全部拆光光 我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覺得太了不起了 結果看起來他根本招待所到今天 到今天期限為止 好像只是拆了幾個六個洞而已 所以我覺得如果楊寬恆繼續這樣子 我覺得我覺得這叫公然的擺爛 公然的耍賴 我就是不猜 我覺得這會引發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直接衝擊到禮拜六的公投 因為大家會覺得我們台灣的法律 對你束手無策 全台灣你的違建 公然的不猜喔 盧秀燕 台中自治政府是公然的護航喔 這時候全台灣人手都硬了 全手都硬了 我們對你真的是沒有任何辦法 沒有任何皮條 你就是公然的違法 那怎麼辦 我們只能夠拿國民黨來教訓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提名言寬恆 國民黨提的公投案 我們就不要讓他通過 我覺得這會影響到禮拜五 再來就是影響到一月九號 他的這個補選 我認為這件事情會一直跟著他 再來是影響到明年盧秀燕 這件事情如果在明年市長投票前不猜的話 試試看 你吳學院就是幫嚴家保駕護航 你就是嚴家的加成 所以我覺得會影響三件事情 他今天是公然跟電視臺打雷 打雷臺喔 然後他叫民眾不要看電視 那你明天你就公開出來砸電視吧 你把七家拍出七個電視 把他全部砸爛 叫大家不要看 這種邏輯是一個非常愚民的 非常落伍的 而且我覺得非常愚蠢的 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他今天開這個記者會 他只會讓大家更關注他們家的新聞 怕熱就不要進廚房 你今天既然出來選 你就要今天全台灣只有一場選舉 我們很早就說 這是一場全國性的選舉 這個總統級的選舉 只是你嚴家沒有想到會走到這一步 你把自己放在這個火爐上烤 全國都關注 你把你嚴家整個的大家來檢視 你為什麼不能 所以我嚴家想一定很後悔 嚴清彪在那邊 他的那個龍井的那個後援會 聲師力竭 很大聲 就是說我們嚴家身在這邊 死在這邊 我看得很不忍 為什麼 嚴清彪去年 才因為肝腫瘤患肝 他身體病不好 可是你可以看出 他那樣的一種奮力 吃 用精力量 表示什麼 他覺得選情不樂觀 但是我也不需要講 他用那種好像那種 有點像老大哥的愧靠 我們你們就是不要辜負我們 我們嚴家對當地做多少事情 你們都要出來投票 這個只會換來很多人對嚴家的恐懼 所以我覺得嚴清彪還是一部老大的姿態 要大家出來投支持嚴寬恆 那我也可以看出來他們的確現在面臨到一個選舉 選舉上一個很大的危機 特別是你嚴清彪出來喊你認為中間選民 或者外來新進來的民眾會投你嚴家嗎 這個發言的來賓都在講嚴家招待所的拆除 這是今天我們去協議 因為到底有沒有新的進度 一定要掌握最新的狀況 顯然我看裡面 我們就我們所看到的部分是不聽 原來我說實在 有栽雕尾牆用雕尾 大家看看 開記者費沒效 你這樣越說大家越愛看 禁日拆除請勿停車 我說實在沒人停車 這個禁日拆除 就是聽到這樣而已 來看一下 到今天的進度 依然我看是沒有什麼進度 來 這是我們這個什麼 前幾天就看了 這個拆制好像還在 一扛 兩扛 三扛 四扛 五扛 六扛 到這裡六扛 都一樣 後面這裡就沒有了 就是這樣 這樣子 他認為這樣拆有票 那我不知道台灣的八成 特別是台中這個選區的選民 你的感想什麼樣 可是你們家是有違建 不好意思 聽是這樣嗎 這代表聽嗎 來 我們來看 台中南屯現代化建築 就是嚴格違建招待所 吃不下通牒12月13號 最後拆除期限 但至今人無拆除 繼續進駐 也沒有任何工人 建築外觀完好無損 甚至用鐵皮圍欄圍起來 儼然是完全停工狀態 讓附近民眾質疑 真的有要拆嗎 市場有可能來聽 可能性質慢低的 大家也要來做判 才算幾大堆 還說判不出完 才不會太狠 連在地民眾都說 這拆除進度慢得誇張 對此林敬儀痛批 台中市政府對於 這個違建他們的立場 現在看起來好像 非常的寬鬆 你對於一個 這麼嚴重違法的違建 這個媽媽怎麼這麼寬容 這一棟違建的主人呢 台中媽媽市長是否 對特定地主太寬容 都發局否認偏袒嚴加 目前拆除進度停擺 一切都是要先進行前置作業 事務上需先進行 違建內部搬遷 水電及瓦斯管線 隔離後遷移等安全作業 是影響採取進度 都發局將持續追蹤 嚴加招待所違建 截至最後期限 直拆正門門旁牆壁鐵捲門 側面圍牆六個洞 遷移瓦斯管線 搬移內部家具 今天是12月13日 這個限期拆除已經到了 那拆的進度就是這樣 我想請教指責兄 這樣聽有麻煩嗎 這個事情我有側面了解 當然因為大家沒有辦法進去 外面當然只看到這個外牆洞 那裡面事實上也在拆了 那主要就是說因為他拆 裡面有在拆 對 裡面有在拆 我瞭解了 因為我特別去問了一下 他裡面有拆 主要就是說因為他 他是要拆違建的部分 那合法建物 他有那個結構安全的問題要考量 所以可能速度沒有那麼快之類的 那但是我知道訊息是你沒有在猜 那我意思是說 既然他們都已經這個 這個圓寬口自己都開怪手了 我想他這個事情不至於說 我做個樣子 那後面什麼都沒做 我認為不至於 因為這個我認為這個負面的衝擊太大 那坦白講那個市政府 當然他也會最後要去審核 我看到他真的都聽著 這時間我不知道 但是我會說政府 你竟然有機會去了解 是啦 是啦 當然我盡力了解 但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公權力機關 是臺中市政府 我想市政府應該要這個 再進一步了解 但是我認為 就是說嚴加不會迴避這個事情 那事實上他們已經做了 只是說做的程度跟的方式 大家滿不滿意 怎麼去評論的問題 大家都嚴格監督 你說這個什麼 他的財產怎麼樣 這邊有投資案 那邊有105號碼頭什麼 去監督 去評論這個事情 可以理解 那我要講的就是比例問題 我舉個例子 其實我坦白講 我自己滿感慨的 林靜寅宣布要參選的時候 我第一個爆他的料是什麼 是他擔任這個疫苗接種救濟審議小組 就VICP 他一年開九個月而已 他親到八個月 裡面有六個親到哪裡去上節目 我們疫情這麼嚴重 因為接種疫苗受害者這麼多 結果他罔顧他們的權益 走去開 走去上節目去賺錢 我認為這個事情很嚴重 可是這個事情 願意去深入去報導 正節目不一定是賺錢 像你來就不只是為了賺錢 對不對 你的理念想要傳達 我覺得講這樣不一定 好這我可以同意 的確他通告費以外 還有宣達他的理念也好 那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事情知識體大 可是真的 我說真的 的確是事實上是如此 綠營的媒體要爆這個了 甚至政論節目要談這個了 幾乎是零 這是實在話 那我會說這個 可能對於言寬而言 或說對另外一方而言 他會覺得說 這個比例感覺有點怪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不認為說他還說 要封大家嘴 坦白講也封不了 但是他大概想要強調就是說 在對他的這個平衡的報導 恐怕是失衡 或說他認為有不公平 那所以說我覺得 他對於這個事情 有一些 有一些這個反應出來 是 連環境報酬 指責報的那個林靜穎那個料 其他節目我不講 我講我自己有參加 也是三例的節目 其實是有討論 有討論 有把指責的原始的爆料講出來 然後也有加了林靜穎的解釋 那好 解釋完之後 大多數的觀眾朋友覺得說 好像我可以接受 那就結束了 因為電視台也要看收視率 你說這趴收視率 好像掉到山谷裡面 那誰要繼續談 但是我必須講 台中市政府公務局 都發局 你們講那個話 什麼叫有拆除的意願 你在講話跟渣男沒兩樣 一個渣男跟一個女 一個女生一直問他說 你到底要不要娶我 那個渣男跟他講說 我有娶你的意願 但是隔了十年都沒有娶 到外面跟別的女人亂搞 你這跟渣男有什麼不一樣 我請問你 你回答我 台中市拆除違建的標準 是不是都以後 從今天開始 全部比照顏寬恆他們家 就是自行拆除十四天 期限到了 我有拆除的意願 所以我就可以慢慢拆 請問要拆再拆幾年 十年 五年 還是等一月九號一日 那林靜宇動算就順聽 那如果顏寬恆人動算 就不用聽 是 台中市政府 你可不可以把標準告訴我們 那其實我今天特別 也跟我們這個都發局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整個拆除違章的部分 總共是五百平方米 那實際上真正有拆的 我跟各位報告 只有這個大門 這個大門我給我聽到 那接下來就是這六個洞 因為內部其實沒什麼聽 裡面都圍起來 那當然我知道 這個顏寬恆其實已經有 掉一些東西出去了 有一些可以用的 可以再利用 他就有掉出去 但是我要講的重點是 包括幾位來賓 在質疑的部分 第一個 這個只有剩10%而已 10%不到 那當然我想 這樣子當然不行 因為依照都發局 在違章認定上面 已經很清楚的表達 這十五百 這個違章一定要完全拆除 而不是只有剩幾個洞而已 那第二個我想 也有一些來賓在提到 所謂的斷水斷電的部分 我想這個斷水斷電 這個是依照這個都市計畫法 以及建築法相關的法規 對 所以跟我們現在所謂的都發局 我給大家報告 都發局的態度 包括相關的法律 並沒有說 如果你拆這樣子以後 如果你不繼續動 能夠怎麼樣 又或者是你拆這樣子 沒辦法結案 他只能跟你講說沒辦法結案 所以我就問都發局 這個都市修復科 他如果一星期以後 又一樣都維持這樣 你要怎麼樣 說實在 他還是回答我 就是如果這個地主有意願 要持續拆 我們只能等 這個困難兄 輸贏幾千票而已 我覺得你毆一槍都會贏一千票 現在毆六槍就贏六千了 贏了 不贏了 這樣就行了 那 裡面 我是說 裡面那些豪華 聽也不敢 對嗎 等一下繼續討論 先休息一下 這個超級大尾劍 一百五十八 聽這樣 我的感受 從十二月切切聽到現在 我的感受就是 大家的感覺說 台中市政府跟你們原家 感覺大家抓你們沒辦法 有一點無法無天的感覺 那 嚴慶標 他說 這個對他們 沒有 他們五台三四 都在那裡 他說誰有什麼人 你穿什麼黃蛋衣 來我們來看 為什麼 嚴慶標 用親情將兒子嚴寬衡連結選民 嚴慶標 嚴慶標 帶著嚴家儀的兒子出席 就連鮮少露面的嚴寬衡母親黃玫貴也現身 不過嚴慶標 似乎難忍激動情緒 就連生死都掛在嘴邊 他真的把地方的選舉 政治的民主制度的選舉 跟他們家的利益結構綁在一起 才會講出這樣子的話 他去把這次的選舉 跟所謂他們家的未來綁在一起 真的 他也毫不遮掩地說出了 他對於台中市第二選區的政治能量 基本上就等同於他們家的家族能量 我聽到他講出這樣 這麼赤裸裸的一個說法 我對人感到非常的訝異 不過選戰爆料 家族成員817公保地上的違建 台中港105號碼頭標案 還包括電子油議場等諸多爭議與質疑 中二立委補選 嚴寬恆批掛上陣 家族連帶被檢視 為人付了嚴親標來站台 頻頻拉高音量 我們這次選舉 不用搶黃丹尼 我不能搶的 是白人 牛客 我好 怎麼做這樣的經產 好 那麼標哥說這都是白人 對他們家的白王 牛客 那我先請教一下這個金鴻兄 你怎麼看 黃丹尼 我先來說 他說 這節目一直練 他全都抹黑 我來承認一下 因為我說得對 我們嚴格 沒有人幫你抹黑 這節目可以 做你們聯繫 聯繫協可以做多久 是你們決定的 你們自己做多少事情 你們自己很清楚 我們來這裡說也很辛苦 我們把我們爆料的一百條 沒有一條可以說 因為 他說這個節目會呈現 有證據 我告訴你 沒有政策 不代表你們不做那些事情 只是我們不可以說而已 我們也很辛苦 你怎麼知道 政局海山地区 剛才來說的 先我們三個而已 黃丹尼 就把他撞下去 就把他嚇死了 可見你們回家 在那裡讓海山地区的人 說到嚴格 進入寒殘 你敢知道 我們這三個月有勇氣 省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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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好意跟你說 我不是跟你唱 你如果黃金都跟我講 今天一日突然 第二方叫你105退出經營 你用你的策管 第三方你欠人錢行行的 第四 你們工區的法 去給人家和家去工省省 第五日 當然一定要退出 你選到不要回應 只有一句說 人家給你負責 這大家都看 真真你的立委 就是要為了你人家的利益 這麼算 所以一定有辦法 你建議要怎麼處理 就是要退出經營館 退出經營館 你們欠人的錢 尤其辰明星那條錢 你們冠軍省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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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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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沒調 人家會調他 調他看 他我也調啊 所以你認為他... 他就知道他沒調 他這次他要拔刷 我調之後 兄弟人我又沒有面子 那像我人家的 萬一當誰的叫他演奏 所以說他就排猜就好了 跟一般的老伯似乎似乎 做到我們一樣 其實他沒調 我就調 好 你... 我看法是這樣 不然你調下去 說他們跟五台 你們跟他們跟五台一算 看來做幾十台的人也很多 其實你們跟五台也做不到 現在他們老伯是八十八歲的... 乾老生姓 那個阿公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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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阿公是孫嘛 那個阿公已經做阿公 他說他會跟五台 五台嘛 五台是孫時 這少人也都知道 這不... 都會... 這不用你特別說啦 但是我們要把你檢視五台 以前台東港還沒開 你們北指頭那邊還沒成為 台中跟台東港 中英的類伏徒徒心 政府才去開發 你們以前那裡只有五台路 你們以前那裡只有五台路 你們以前那裡只有三台路 你們以前那裡只有三台路 那不是這樣說 人家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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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只有五台路 我不是說照理散 一般那裡的 北京大家都很散 五台... 直到... 你們檢視出來插政典 做兄弟 開廟室以後 你們財產給他們增加 現在是整個選擇的人 住那裡 是要把你檢視檢視看 是因為你插政典 今天你在選舉 就是要說你檢視 到底人家讓你調理委 你們檢視 是為了你們檢視利用 這個旁邊去設計委 或是說為了地方 為了國家 你要出來方言 這... 大家目標真金都在檢視 你要叫他 退出正人說我看一下 不可能 不可能 最愛會越大 以後會發現什麼事情 顧著去面對 那為什麼你覺得他會輸 所以他這樣 他會輸 他就是會輸 我就不用聽到 市政府就排載 排載就三十年五十年 還聽到不知道 看見到遺傳的問題 這樣嘛 他如果拆掉就表示他贏 當然 那個人拆掉 對他有加分 那個分加了 又會信じ 會將林正義當年做下去 我覺得錦榮兄意思就是說 如果他認為 他跟林靜宜是伯仲之間 甚至有贏的話 有贏的 有贏面的話 他就會自知死地而後生 把他拆掉 然後表達我的決心 我有我的信心 讓大家覺得你看 人家已經 就是已經是勝券在望 所以說現在就是要 要要把他拆掉 現在他等於就是打突自決 我其實我看這場選舉 我看到延 延標那麼那麼在那邊賣力的喊 那個喊 我覺得 我感覺這次的這個補選 延寬文自己不想選 是被延延標拱出來選 所以你可以看到嗎 就是說延延標的憂慮擔心 那個激動 是比延寬文還要強烈 再來我比較想說他們到今天為止 還是打傳統 傳統打法 他還在講說 我們五代都在這邊 生在這邊 死在這邊 故鄉的人不可以被人家 我們要算算在地 他就講這個 那去年陳柏惟可以同空出世 從高雄跟臺跟臺中毫無淵源 在高雄市議員都選不上 跑到中二選區 能夠當選 打敗你嚴閒痕 表示你過去那個在地的那種說法 不靈了嘛 外來人口已經把你選民結構改變了 所以你到今天為止 還在說在地在地 那個林靜寅是外地的 我們不要投他 這個已經是老掉牙的說法了 所以我覺得你腦袋不跟著換 不跟著整個環境改變 還在用過去傳統的思想 那你怎麼能夠贏過這個選戰呢 所以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 我非常在吉隆兄手上 我覺得他要敗相遺漏 敗相遺漏 就是從今天 從現在這個開始 那我認為大家現在對言家 不但不會因為你們說要告這個政論節目 就停止 反而我會覺得會刺激收視率 特別是洪英哥你剛剛他說要告你的那幾個理由 反而會增加大家更想聊 我覺得反而刺激收視 我後來會更打拼 我剛剛這個聽到就是說 他們要就是告你 更打拼的檢驗 已經告你的嘛 對不對 那其實我就有了解 鄭大哥這數十年來大風大浪見多了 就光是我跟鄭大哥共同參與的 就苗栗大埔事件 那當時也去找到外國刺刀 走到對苗栗去出去 然後這個幾乎每個都被告到 可是當時那個告我們的 被法院認證的狗關於盡安在 我們還在這裡 這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是直理而行就對了 我們以前是大話固定來賓 以前我們是大話固定來賓的時候 幾乎都被告光了 這次只能夠 可見得范老師還要再加油一下 回去寫檢討報告書 那我是覺得 還不夠用力 這變成一種練技 開玩笑 回去寫回過書 然後閉門思過 那我在這邊要特別強調 其實剛剛那個顏清標 他那種情緒很亢奮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情緒的發言 有沒有效 我認為齁 刹那間是有效的 那個因為選舉的時候 那種情感的訴求 對 我在地的我們的孫 寬盤是我們的孫 但是我跟大家講 因為民眾是理性的 就是說你這個當時的那個群眾造勢 當然是亢奮 可是等到回去之後 他會發現說對 他說寬盤是我們的孫 寬盤是我們人 但是我真的我的孫買不住了 我的孫沒土地 對啊 我的孫也沒辦法去做這個 利親 去做啥酒 去做這麼多事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你你不斷的訴求什麼在地 可是在地的人會想 到底是你們好康 還是說在地的人都好康 可是我看到這個顏寬盤 他提不出一個願景 提不出訴求 他就不斷的訴求 我在地 我是你們的孫啊 我是你們怎麼 但是我說真的 你想想去就他們哪裡好康 你哪裡買 對啊 六十幾棟的土地建物 那是登記在你們家族名下 這麼大的一個招待所 然後也是登記在你們名下 跟我們這個在地的人 有什麼關係 假假我們在地的人 只是本一塊烤肉湯吃而已 這也算得到 我說真的 有的人最近又說奇怪 怎麼最近媒體一公都不敢頒 你如果覺得那好 你每天你就頒下 你會請地檢署的檢察官來看 你看我擺盤膽都不違法 我是覺得這個部分坦白講 很難讓人民接受 我是覺得說 這政策說起來 政策其實斷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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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高人 這是沒什麼意思 我坦白講你 今天你如果顏寬人叫小赫 很簡單 我今天就打電話 親自打電話給這個鄭大哥 等一下你鄭知道 我要來講 我要來講鄭知道 我來接受你的挑戰 歡迎兩小時 對啊 這兩個鐘頭都給你講嘛 對不對 你現在怎麼說 講堂公賽就是講不到要點 這表示什麼 反而讓民眾會覺得是你心虛 不過我也跟袁寬郎先生說 其實我過去和博文和年鳳在大發新聞 說起來我是用國六七條 包括什麼大埔案 包括什麼先生高架橋 什麼什麼花博 我沒有也是 我用國六七條 每條都贏 我的意思是說 我是每個新聞都有根有據 好來 智商需要補充 我想這個飄哥在那一天聲師力竭的 這樣在喊 我想真的他這個訴諸悲情 他就是要塑造 其實在那個場合裡面 就像這個大軍要出征了 你要開始閱兵 所有的軍隊都在坐在你的前面 你開始要給你的支持者 給他們信心 給他們這個戰力 願意在最後的這三十天左右 要出去戰 要出去換 所以說我認為在那個場合 他也必須要這樣子來呈現 第二個我特別講 從昨天 從這個禮拜六成立 一直到今天剛剛的這個下午的記者會 其實我有發現 他其實有針對空戰的部分 其實開始要有動作 那因為我也了解 他們所有的支持者 也一定會問 到底那是什麼事情 大家在說的 每天在說的 所以他不可能 不可以放棄空戰 怎麼會放棄空戰呢 你前幾天講的 怎麼會放棄空戰呢 但是所以我要講的重點是什麼 就是說那一天飄格的 這樣的一個論述 除了訴諸 這個土地訴諸家鄉訴諸 這過去他沒有在跟他老婆說 說他不會去跟他討人情 當他講出這句話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說人情 說他來在地跟地方的人情 所以我回應一下 其實博文兄講得對 除了您這個塑造悲情 跟這個土地 跟這個鄉親的連結以外 更重要的就是大家要看到您對中二選區 不管在公投也好 包括你的爭議的部分也好 包括你對未來中二選區 你有什麼樣的願景 有什麼規劃 我想大家要看的是這個 不是你怎麼做 是這個顏清彪先生說非常無公平 我們聯絡說的 台灣的媒體 大家都是各有立場 所以你可以去檢驗這個林靖怡 你每天跟聯絡 出了節目練看看 看要練什麼 那為什麼大家對顏家現在這麼有興趣 因為過去台灣的選舉選入 立委的時候 七月是七十三選嗎 七十三 七十三 全台灣 立委跟總統是合算的 對 大家都只看總統代算 沒有人去檢驗立委 如果要檢驗立委 七十三選是要怎麼檢驗 就今天只有這個機會 檢驗嚴家 因為嚴家太多故事了 所以大家這麼有興趣 結論是什麼 哎呦他們就是這樣 哎呦覺得這樣 所以大家覺得說看了 瞠目結舌 是這個原因嘛 好 那麼這個是我們上個禮拜 有給大家看過 這個是Now News 在十二月八號的新聞 引用了TPOC的資料 TPOC就是台灣議題研究中心 那網路上的好感度 林靖怡是零點五七 顏寬恒零點三一 為什麼你的好感度 幾乎是人的一半而已 為什麼網路上 網路上才沒有年輕人 對你們的印象很壞 這樣說 從十月二十五以來 三立電視政治道的節目 創造了五百三十二萬點閱率 居灌第一名 網路的點閱率 十月二五到十月十二七六 總共我看差不多四十天左右 好 民視戰行頻道四百一十一萬 第二名 他說談論中二補選觀看的次數 五千十名的頻道 不僅大多篇率 而且點閱率都破百萬 在同黨奧元的部分 這待會兒我們來看 我們再來討論 就是說國民黨怎麼會大腳的 都沒有人要怎麼站在一起 那他在說一說 大家都不要看電視 這樣他們家就沒事了 那我想請教你們 網路上這個點閱率五百三十二萬 他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他們 叫大家不要上網 他們這個關聯 還是停留在可能在二三十年前 現在電視已經不是變成唯一的收視的平台 現在網路各種都很發達 所以我覺得 不過我覺得嚴寬人今天這樣做 會達到一個反效果 因為今天等於說有排行榜 我們做節目的人 怎麼可以輸人 你現在說我第一名 我現在就把你拚到第一名 試看看 他今天做這個排行榜 我覺得不知道哪個笨蛋幕僚 去跟他建議的 你去做排行榜 比如說第一名是某台某節目 那第二名跟剛好 我剛剛看了一下 第二名剛好是跟他同一個電視臺 第一名討論三十七集 第二名討論三十集 現在那個第二名 他絕對還會堆起來 我輸你七集而已 我再拚一下 你反而會被檢驗得更嚴格 其實嚴格的檢驗並沒有不對 嚴格你叫大家不要看電視 說實在 臺灣電視也是幾個台 是比較支持人 比較支持國民黨 你做那個連那幾台就不要看 你是跟他罵罵嗎 所以我覺得你去 為什麼大家不檢驗林靜宜 因為就有啊 有被檢驗過 說他有視比土地 結果人出來改水一天 這個月就結束了 因為很簡單嘛 我就是我的房子在哪裡啊 土地值分是多少 然後很清楚 很快就講完了嘛 問題是嚴寬恆 你就是有聯房地產有七十幾筆 就是故事太多嘛 你想想看 我們現在才講到幾筆而已 八一七還不是他的名下 還是他弟弟的名下 光他名下都還沒講完 等到講完都不曉得什麼時候 所以因為第一 你第一時間說不清楚 第二你一再的解釋 你的發言人出來就 你那個男性的發言人出來 第一天就被告 不然就米手起來 都不敢說 你說去菜削魚槍嘛 有辦法就再說下去 對啊 被人告 像米手起來都不敢說 而且你現在的發言人 現在都沒有沒有聲音了嘛 所以今天才會請柯智仁出來 照理說今天這場合應該是發言人出來幫他講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顏寬恆你 如果你叫大家不要看電視 那代表什麼 代表一件事情 代表電視講的 鄭重你的要害 所以你叫大家不要看 今天如果大家 如果我如果是我 我會反向操作 電視告訴我一天到 如果把我給我給我 我就叫大家盡量看 你看那電視怎麼給我給我 我事實是怎麼樣是怎麼樣 因為可能電視上講的 有很多都很接近 我不敢講百分之百 但是可能很多很接近事實 或是說有一些是可能 可能過去二三十年來 譬如玉大哥 譬如志昌宜那樣 在地方上街頭巷尾菜市 晚上路邊剛剛聽到的故事 現在有人找了若干的證據 把這個故事講得更清楚一點 而這個可能對你們嚴加的形象 有所傷害 所以你叫大家不要看 你看他要叫大家不要上網 我看乾脆中二選 叫大家不要看電視 大家都在討論 現在可是網路也有五百三十二萬 不過他可以在中二選區 用一個網路長城 把他遮蔽起來 讓中二選區都上不了網 洪宜哥 林靜宜可能會打電話跟你抗議 為什麼都不討論他 討論嚴寬恆 我也是候選人 不是 因為討論嚴寬恆是房產 討論林靜宜是產房 我們怎麼討論 產房更值得討論 他接生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遇過什麼齊男雜症 一定有很多感人肺腑的事情 也可以討論 討論嚴寬恆是買地 討論林靜宜是接生 怎麼討論 好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